今天来到男子跳障碍训练场地 带你们去看一下他们平时怎么训练的 先把马儿热完身舒展筋骨后 教练会让他们从最低的交叉杆开始起跳 再把杆子逐渐升高 最高可以达到1米2 跳障碍时你看他们的屁股都是腾空的 不会坐在胺子上 否则会造成马匹背部和后肢弹跳力的降低 这样会造成打杆 落地时马儿通常是一只前提线着地 因此地面会传来巨大的冲击力 所以要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稳定 抬头一边让马儿落地时能够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从而看向下一个障碍 马儿的弹跳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跳高记录是2米47 跳远是8米3 你们别看这些马身高马大的 跳障碍英勇帅气 其实他们也有胆小害怕巨跳的时候呢 所以骑手一定要给马儿建立良好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他们鞋的马大部分都是温血来自于荷兰 特点就是腿长有肌肉弹跳力强 肩高一般在1米75左右 经常用来参加马术竞赛 这批马刚结束 你看他的口腔里分泌了大量的白色唾液 这是因为咸铁在他嘴巴里舒服 从而进入了一个好的工作状态 而且唾液减少了咸铁在嘴巴里面的摩擦 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这就是赵阿玛的日常训练啦 不知道妮可现在在干什么